今天是课题17的羊慕运动 什么叫羊慕运动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的定义 羊慕运动大概是1860年到1895年 在35年内由清廷官员内的羊慕派 羊慕派也是支持西方的事务 学习西方事务的一派官员 这羊慕派所主理轻扮一系列 谋求富国强兵的改革 当中包括学习如何制作西方的枪炮 船艦或者偏练西方的海陆军等等 比如设计西方的学堂 学习西方的知识 这件事的35年的运动 我们就叫做羊慕运动 或者叫做自强运动 为什么富国强兵对于这个时候的中国 是这么重要的呢? 还有为什么要学习西方的事务呢? 我们一起看下去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 就已经有人说要学习西方 这个人就叫做林德锤 林德锤在广州禁煙期间 曾经叫人翻译在澳门外人书刊 借此来认识西洋的情况 并且编定成书 写了一本书叫做四周治 但好境不常 鸦片战争在过程当中 林德锤就被割职 亦都被发配新疆 在林德锤给人免职之后 他就把这本书四周治交给他的好朋友艺园 艺园就在这个基础上再写成一套 系列性介绍西方的历史 地理甚至是一些时事的书 这本书叫做《海角图志》 艺园就在书中看到自己写书的目的 写书的目的就是这八个大字 C 移知长忌 以制宜 C 即是老师 也就是教学学习的意思 移知长忌 而非我族女者为宜 所以不是中国人的就是洋人 洋人的长忌 擅长忌 技术 以制宜 制宜 牵制的意思 所以简单来说 这句话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 来对付西方人 所以用另一个逐套的说话就是 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 那移知长忌有什么呢 他又提到了 移知长忌有三 一弱战艦 二弱火器 三弱兵器 所以这三样东西都是当时艺园 甚至乎是中国的官员 认为西方最擅长的三样东西 他又提到了 如何学习移技呢 他提出欲制爱义者必先识移情 欲识移情者必先立译馆翻译书 如果要对付洋人 首先要了解洋人 要了解洋人 首先要設立机构翻译洋人写的书 即是从他的书里去看 究竟洋人是如何变成一个这么先进的国家 或者是一个这么厉害的地方 所以艺园很有软件 要学习西方 可惜艺园并不是一个什么高官员 人未现兴 所以他的意见并没有受到当时的权贵所重视 上去到后来 亚变战争输了 英法联军都输了 太平天国简历就是令到整个中国元气大伤 在这样的情况下 整个清朝陷入一个终衰局面 从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当中 曾国藩和李鸿章所带领着的商军和怀军 虽然是一个中坚的队伍 但加上由外国人所组成的常胜军就不得了了 这班常胜军利用西方先进的兵器 再加上西法的练军 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当中 付出了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曾国藩和李鸿章也都大开眼界 终于见识到西方的军事有多强劲 在和英法联军看见和约的过程当中 咸丰帝就叫他弟弟公亲王逆恩 留在北京和英法联军看见和约 而逆恩也在英法联军攻城的过程当中 明白到敌强我约的局势 知道了西方的军事 在现在中国的力量看来是根本打不赢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班官员和贵族就发起了羊慕运动的思想 再来就是另一个实际的原因就是国际民生受损 在对外开放了之后 有很多通商口岸 羊慕大量进入来到中国 这些是羊慕运动来中国的轮船 也是由外国所垄断的 所以再加上 外国和蜻蜓是可以双方互相协定关税 所以这些羊慕大量源源不绝 用非常之廉价的价钱来到中国 打击了原本在中国就有的商业 和守工业者的一些生意 所以为了要抵制外商扩张的势力 就有部分官员提出 肥水不留外人田 不如与其人输入来到中国 不如我们就自己做 轻办各种的实业 实业的意思就是要举办一些实实在在的 和百姓息息相关的工业等等 用来挽救国家经济 于是在理想和实质互相结合 就开展了这个羊慕运动 于是这帮实实在在经历过西方军事强大的人 就是羊慕派的官员 包括了地方的官员和一些中央官员 地方的官员除了包括曾国藩和李鸿章之外 还有另一位是左宗托 而中央官员也有逆恩和文祥 逆恩是公亲王 文祥也是满洲的贵族 我们常说羊慕运动的目标是富国强兵 但实际上它是先做强兵 后做富国的内容 同时也请大家注意 羊慕运动的改革内容 大多数或者基本上全部都是军事上 是没有政治和其他各种类型 所以这个就造成了羊慕运动改革单一面向的情况 也是导致它失败的其中一个原因 第一个改革政策就是設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简称总理衙门 在以前清廷还是保持着天朝上国的心态过程当中 在清朝的字典里面是不会有外交这两个字 但后来经历了几场战争 也都签订了条约 规定外国公司可以常驻北京 所以后来外国公司 找不到一个机构是可以和清朝进行沟通的 后来当设立了总理衙门之后 外国公司可以透过总理衙门和清朝做一些交涉的工作等等 而同时总理衙门也是负责整个羊慕运动 而是用处理他羊慕工作的一个机构 但就不要以为 喂 总理衙门设立了之后 他地位一定很高 那总理衙门在哪里呢 总理衙门在紫禁城之外的几条街 的街尾一个很紧张的地方 重新整理一下门面就是了 所以你说总理衙门究竟有没有受到清廷中央的重视呢 大家就可以自行判断一下 再来我们简单看一下羊慕运动的内容 早期基本上全部都是军事机构 大多数都是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个人去负责的 由第一个是安庆内军系所 由曾国藩去枪办 他制作出来的兵器全部都拿去平定太平天国 第二个是江南制造总局 这个是近代最大的一个军事企业 由李鸿章负责枪办 轻办一些海上的军用武器等等 而曾经整个的第一只船 就已经是长185英尺 和当时的世界基本上是接轨的这个标准 曾经艺员也说要了解疑人 首先要翻译疑人的书籍 所以在江南制造总局里面 也设立了翻译处的宣门 是翻译一些洋人的书籍 主要都是以军事和工程为主 而图片上看到的华行方就是数学家 而隔离徐秀和徐建仁是两父子 他们都是负责研究化学的 还有左中堂所昌犯的福州马尾船证局 也是一个轻办轮船和战舰的地方 也是我们近代远东最大的一间造船厂 但后来发现了轮船和战舰出来 没有人懂得驾驶怎么办呢 于是后来也设立了船证学堂 在里面教学生如何造船和航海 同时也要学习一种外语 让他们方便以后出去做一些行船 或者贸易工作 后来也有李鸿章所昌品的金陵机器局 同样地也是做火药和火器等等 后来也有更多人加入这个洋务运动行列 包括满人贵族崇厚 他在天津即北京的旁边设立了天津机器局 就是做一些军火给京师的军队使用 后来也由李鸿章接管 而李鸿章也非常之厉害地建立了一个水尸 曾经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建立了四支水尸 即是四支海军 包括了越洋水尸 福建水尸 南洋水尸 和北洋水尸 北洋水尸 这支是由李鸿章私人建立的 也号称当时是世界第八 亚洲第一的水尸 但这支北洋水尸 在后来的战争里全军覆满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下一堂再和大家看这个地方 后来羊毛运动去到一半的时候 就开始有人提出 为中国的职业 中国的药并不是因为军事差 而是因为患贫 是因为没有钱 那为什么呢 他对比西方的千里数百里国 那么多个国家 税入财富以数万万计 说每年的收入是非常之多 他们就是取资于一个国家里的矿产 和一些铁路 电报等等 日常的生活用品去收税 令到他们国家开始有钱 因为有钱才可以强兵 强兵之后才可以富国 两者是相负相成的 于是乎有人提出 我们应该要开始赚钱了 于是乎后来羊毛运动的第二期 就主要以赚钱为主 那么就采取两种方式 一种是民办 一种是官督商办 民办就是民间自己去办 赚钱都是归自己的 而官督商办就是商人去出钱 去投资一些设施 或者是由政府去设立一些机构 由商人去负责去管理 或者是去做一些投资 而赚了钱就两份分 就是用这个方式去建立一些财政的资产 包括了上海轮船招商局 上海轮船招商局也是由李鸿章去负责的 主要经营的是一些民用的航运 买了很多船回来 就可以运人出去 也可以运货出去 而轮船招商局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在街上看到的招商银行的初营 再来由李鸿章设立的天津开平矿务局 就专门负责生产煤矿、铁矿 提供工业的原材料 再来又有李鸿章设立的武备学堂 就是培养军事人才 这班军事人才也非常厉害 由天章武堂出身的有这一群人 段祺瑞、冯国璋、曹坤、吳汇夫等等 你看到他全部穿着军装 这班人也全部是后来民国时候 民国初期非常有名的将领 再来由张之洞 新的人 由张之洞创立的湖北职报局 就是负责访沙、职报 去带动经济 去和当时的洋货的这些布匹 是可以比美的 再来是汉阳铁厂 汉阳铁厂也是由张之洞設立 也是现在建武汉的武汉钢铁集团 也是原用至今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机构 再来还有唐山铁路 由中国第一条自行囚建的铁路 但是好景不尝就是 起了没多久就拆了 再来就是说 因为要发展富国或者强兵 就事不免要人才 于是乎清廷在1872年开始分四批 每一批30个人 一共是120名的小留学生 由这位的荣云建议 派献出去其他国家去学习 这一班人去到后来不同的国家学习 也收到了非常好的乘客 而这一批留学生里面 后来都出了不少名人 包括了占天佑 中国的铁路之父 还有五庭坊 第一位的华人律师 也是我们首位的外交家 所以这个洋武运动 对于中国来说 的确是打开了中国现代的一个门户 这场战争说明了洋武运动是失败的 为什么洋武运动会在1895年宣布失败 或者宣布结束呢? 原因就是在1894年的时候 发生了这一场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 在这场战争里面 整裁过的北洋艦队全军覆没 就被隔离日本一个小小的国家打败了 所以整个洋武运动 也在这个时间宣布是失败的 我们再来看看洋武运动失败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改革流于表面 洋武运动的领导人 始终认为西方的专长 即是移之长技 只是船坚炮利 其中一位洋武运动的领导人 张志洞曾经也提出过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意思就是以中国的学术为主体 西方的学术是用来用的 即是说他们一早都认为 西方厉害的地方 只是一些船坚炮利 船是非常之厉害 炮利也是非常之厉害的 中国的文化始终是优于西方的成结 他们忽略了 其实在军事改革的过程当中 连带着一系列的政治改革 包括了由哪一个是领导人 或者其他一些决策等等的内容 亦都需要进行改革 但他们没有做这件事 所以这个改革只是在表面去做改革 所以失败也是有它的原因 第二个就是缺乏存盘计划 整个领导人是未能够充分的合作 亦都没有中央强力的支持 亦都没有办法配合 领导人就只是会认为 我做了这件事就是我个人的权力的根基 慢慢地这些地方的官员 就只是顾着做自己的工作 自己每个地方都去做一些羊毛运动 并没有缺乏一个存盘的计划 可以是存盘在全国有效逐步去推进 任何改革也都有守舅的势力去阻撓 整一场羊毛运动里面 守舅势力为首的就是慈禧太后的守舅派 再加上部分反对羊毛运动的官员 比如是倭人或者是徐童等等 他们曾经就着这个建立铁路的部分 掀起了一个非常大的议论 他们就称这个羊毛叫做奇技淫口 他们认为火车和铁路一开 会震动整个中国的山陵 祖先的安陵等等 下令清拆一些铁路等等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群守舅派 他的眼光是非常之短淺的 只是顾着自己的一些利益 但就忽略了整个国家长远的效益 所以这群守舅实力 在后来也是导致羊毛运动失败的原因 而此起曾经来用海军的经费去修建仪和苑 导致北洋水司想买军舰大买不到 再来第四个 好了官僚贪污腐败 整个羊毛运动改革的过程当中 所创办的一些西式企业 都是以官督商办的方式来运作 但官员不一定是懂得去管理 或者还是用以前那种旧的方式去进行管理 所以官员的腐败或者是从中的贪污 令到很多企业因为管理不善而是倒闭的 所以整个经济上的改革也是没有办法成功的 但是羊毛运动有一个非常好的意义 就是说我们中国终于奠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基础 所谓的现代化就是看一个国家的工业程度高不高 所以羊毛运动大量翻译了西方的很多书籍 令到开启了一些研读西洋的学问 再加上很多的留学生学成归来之后 他们拥有了这种技术 拥有了这种学识 然后慢慢起中国开展一个工业的过程 这个就是打开了整个的中国工业法 也是为中国未来的科学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而羊毛运动同时也促成了后来的维生运动 整个知识分子就是意识到要达到真正的富国强兵 不单单只是从军事上什么改革 应该是要整体的从政治 从政治制度 从教育各方面去进行改革 这样才有办法令到真正的中国达到富国强兵 而羊毛运动所创立的这些军用民用企业 甚至在后来的一些教育机构等等 虽然是不成功 但是就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可以给后来的维生运动进行铺路 所以羊毛运动也是促成了后来维生运动的一个先声 我们下期再见